因為這件事情 他是以所謂的圖利罪來起訴楊文科 那現在看起來以圖利罪起訴楊文科 色色發抖人是誰 就是柯文哲 你的前老闆啊 柯文哲五大案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要知道說 封益這個案件很明顯就是三塌三復工 就是塌塌了三次 三次又馬上又復工 那柯文哲的那個所謂的金華城案 一樣嘛 容積率 當時在這個所謂的合議制 他們在講說那個所謂的合議制的 這個督審會裡面 督審委員也不斷的再次跟你講說 這個放寬有疑慮 最後還是放寬到了840%嘛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邏輯上 我覺得是非常一致性的 所以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今天如果楊文科被起訴 那當然對柯文哲來講 就是在敲響柯文哲的一個上衷嘛 因為接下來 對柯文哲來講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說 這個不管是圖利財團也好 或圖利這些無良建商也好 我覺得他們的檢調 現在都是默默的在爭辦當中 到最後都會一一現行 我常講嘛 柯文哲當時也沒有想要讓高宏安 去新竹選市長 是後來他發現新竹有機會的時候 他必須要派個牆棒 那環顧民眾黨的牆棒當中 只有高宏安看起來比較有勝算嘛 所以當時候他就把高宏安從責任區 從台中調到所謂的這個新竹嘛 那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新竹也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因為只有在新竹在竹北這個地方 第三勢力才有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 所以對他來講 今天這一局 如果假設高宏安真的下來之後 那誰要能夠接上去 誰有能力接上去 因為我講真的 現在環顧民眾黨黨內 真的有能力接上去了 也沒幾個 我先講到就是說 買要封印這家建商的房子 真的是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大家就偷工減料嘛 大家要看喔 他這邊還有寫到 這個新竹縣政府 他其實四次發佈這個停工命令 但相關的人士其實還是繼續挖喔 他並沒有按照他這個停工命令 繼續造成 並沒有停工 所以還有進行所謂的吊裝鑄體 大量鋼購 下下開放土挖等違法施工行為 所以代表說什麼 新竹縣政府根本沒有任何 對他們這些建商 沒有任何約束力嘛 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所謂的封印 大家說封印520 就這一次發生 風采520 風采520的這個天坑案的這個建案 老實說這個 大家要看到這底下 其實是一個商場 他的這個建造 其實之前這個時代力量 王永遠有踢爆說 他這個 他原本規劃是13層樓的百貨公司 2007年底取得建造 他在那個建造效期過之後 他用這個過期的建造 變更二次設計 然後把它加蓋到32層樓 蛤 等等 你剛剛講13層樓的百貨公司 後來變成32層樓的住宅 住宅 所以你看下面是商場 上面這個都是住宅 然後地基還偷空減料 你這樣撐得住嗎 對啊 所以這等於說 32 我不太清楚說地下有沒有 Double 26 他比26還要再疊上去 對 那很明顯 因為那個已經是過期的建造 你照理來講要重新 他還可以用這種過期的建造 去變更設計 然後蓋出一棟豪宅 現在單瓶要賣83到85萬 所以再加上還有還有一點更離譜的是什麼 就是環評一般來大家知道說這個要做環評 他有一個高度的限制 一個一定的高度以下可以不用做環評 那在新竹縣當時的環評標準是120公尺 等於說他就可以不用做環評這一關 所以很顯然整個縣府 其實是跟這個所謂的封議 他是有非常緊密的這樣子一個政商關係 那所以地檢署這次的新聞稿也提到 他叫做什麼叫做劣跡建商 那所以你很明顯看到說 這個陽文科跟這個劣跡建商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我相信 現在看起來查到只有那50幾萬 再加上那些什麼金氏 什麼什麼十幾萬的那個相關的一些現金 加總起來 我相信絕對不只有這些 所謂的對價關係 肯定檯面下來不會少 那這個就要看接下來檢調 他們在辦案的過程當中 還有沒有繼續收到一些更新的事證 那當然我要再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他是以所謂的圖利罪來起訴陽文科 那現在看起來以圖利罪起訴陽文科 色色發抖的人是誰 就是柯文哲 你的先老闆 柯文哲五大案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要知道說 封議這個案件 很明顯就是三他三復公 就是坍塌了三次 三次又馬上又復公 那柯文哲的那個所謂的精華城案 一樣嘛 容積率當時在這個所謂的核議制 他們在講說那個所謂的核議制的 這個督審會裡面 督審委員也不斷的再次跟你講說 這個放寬有疑慮 最後還是放寬到了840%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邏輯上 我覺得是非常一致性的 所以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今天如果陽文科被起訴 那當然對柯文哲來講 就是在敲響柯文哲的一個上衷 因為接下來 對柯文哲來講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說 這個不管是土利財團也好 或土利這些無良建商也好 我覺得他那件檢調 現在都是默默的在偵辦當中 到最後都會一一現行 柯宇安有相處過高鴻安嗎 這個黨團的時候有相處過 口碑怎麼樣 因為我都跟他保持距離 因為我們在黨團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時候爆發出來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辦公室裡面 有搞這些東西 我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 大家也覺得 哇 怎麼這麼精采的故事 那當然我講真的 就對於現在來說 高鴻安這個剛剛講到 像那些烏高安那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點綴 真正的關鍵點 還是這個詐理助理費的 這件事情 因為看起來 這件案件就攸關 他的這個市長的職務 那所以呢 目前看起來 為什麼他會無心事政 其實這個我也可以體諒 為什麼 因為你三不五時要跑法院 要走星光大道 每天要想一些新的說法 然後你看說 現在他找了一個副市長 叫邱承遠 那邱承遠從以前到現在 也沒住過新竹 他搞不好 現在連新竹 又拿幾條路 都要重新認識 你要叫他馬上就熟悉新竹市政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強人 現在已經過蠻長一段時間的 對啦 選後去的 再加上大家也都知道 高鴻安 對 大家都知道高鴻安 大權喜歡一把抓 所以真正瞭解他的人 我看也只有Jack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也都不清楚說 他到底現在是怎麼樣 就連他們現在民眾黨中央 也都不清楚說 他接下來下一步要怎麼走 這個我上個禮拜 其實有透露說我跟幾位民眾黨要腳吃飯 然後民眾黨就開始內部 他裡面查說誰跟柯玉安吃飯 誰跟這個Bregura吃飯 在那邊 對 我說大家不要擔心 不要緊張 跟一個有黨職的人吃飯 中央黨部有黨職的人吃飯 他們其實就有提到說 其實因為現在鄭文燦 他現在已經宣布辭職這件事情 所以會連帶讓接下來的所有的案件 都被大家高度關注 高宏安接下來動態是什麼 那所以高宏安 到底要辭職這件事情 其實在黨內 現在是討論的非常熱烈 在他們黨內 就是到底 就是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是他們當時 他現在是停權嘛 起訴後停權 而且停權其實過蠻久的 過一個月之後 想到了我們來停權好了 對 我這個要提醒台灣民眾黨 他們當時的新聞稿是寫說 涉灘起訴停權 一審有罪將開除黨籍 所以這個下個禮拜三 如果這也有可能是高宏安 在民眾黨的最後一天 對 這個如果真的 這個法院做出一審判決 是有罪的話 民眾黨中央這個要記得 這你們講過的話 不要到時候又當機 又好像大家都找不到人 那再來話就是說 開除黨籍是一件事情 但是市長職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現在內部 當然也是認為是說 如果高宏安 也在沙盤推演 到底他要不要辭職 以及他辭職之後 假設要補選這件事情 應該要怎麼去運作 那但是問題是 內部運作這麼的熱烈 可是沒有人敢跟高宏安 掛這個鈴鐺 我覺得這是他們現在 最大的困境 就是說他們內部的人在討論 但是沒有人敢跟高宏安 講說拜託 這個到時候一審有罪 你要不要這個思考一下 就有點像是現在什麼 現在就是那個美國民主黨 不是大家很多人都很希望 拜登這個要退選嗎 但是沒有人可以要求拜登退選 只有拜登自己退 那所以現在我覺得 他們也陷入到 現在這個困境當中 就是我知道這件事情會造成 對民眾有造成很大的衝擊 但是包含上至黨主席 下至這些他們黨中央的一些核心人物 都沒有人敢跟高宏安講說 接下來一審有罪的時候 是不是要做一些政治上面的處理 對民眾黨的發展來講會比較好 我有一個疑問 開一個外掛 我們來聊一個麥玉珍 跟你 請你評論 因為蔡壁如論文出包包起來 他就真的包起來 立委就沒得做了 那麥玉珍他的論文 也是踢爆說有這個抄襲的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想要幫麥玉珍解釋的意思 因為我覺得他那論文真的寫得蠻離譜的 先不要說那到底是抄的還是自己寫的 裡面一大篇都是他自己個人的生命故事 對 比較像是日記 對 比較像是他個人的自傳不是論文 對 然後不是 而且他又寫他老公外遇 對 跟小三 對 所以這就變成是說 我寫的又沒有絕望者之歌那麼好 還可以拍成電影 我自己是覺得 第一首消息的來源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要看他的那個抄襲的比例 反正他們現在看起來 看那個學倫 晉儀大學學倫會 我們要打算要開會去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最後判決出來 他真的確實是抄襲的話 那講真的 就是蔡壁如怎麼做 你就應該怎麼做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蔡壁如人家也在台中 麥玉珍的責任區也在台中 對不對 這個前面有這個 民眾黨的大姐大跟你示範 盧媽媽示不下那麼多人了 所以這個 這個就到時候就看 晉儀大學的學員會怎麼決定 但是撇開這個撇開抄襲不講 我真的覺得那個 那篇論文真的寫得有夠爛 我不認為邱承遠是他們派出來的明日之星 因為如果你要選舉的人 現在是這樣 所有邻里的活動 包括民政相關 可以做地方做接觸的 包括這一次這麼重要的這種教育 因為你要知道新竹這種 就是科技新貴都要去 他們最在乎的就是教育 對 所以像這種如果跟教育相關的 你看這個小朋友的學校的畢業典禮 活動一定就是要讓那個想選舉的人去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所看到的新聞 或者是說曝光的消息 邱承遠沒有在做這些事 可是剛剛你講說講話大聲的那個 你到底是有認識不認識 沒有就是以柯文哲的邏輯 以柯文哲的邏輯 因為柯文哲當我常講嘛 柯文哲當時也沒有想要讓高宏安去新竹選市長 是後來他發現新竹有機會的時候 他必須要派一個牆棒 那環顧民眾黨的牆棒當中只有高宏安看起來比較有勝算嘛 所以當時候他就把高宏安從責任區 從台中調到所謂的這個新竹嘛 那對柯文哲來講 現在新竹也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因為只有在新竹在竹北這個地方 第三勢力才有真正獨立發展的空間 所以對他來講 今天這一局 如果假設高宏安真的下來之後 那誰要能夠接上去 誰有能力接上去 因為我講真的 現在環顧民眾黨黨內 真的有能力接上去了 也沒幾個啦 就也不可能找麥玉珍啦 對不對 也不可能找 對那黃珊珊這個也感覺跟那邊地緣關係也不是很符合 柯文哲啊 新竹人 自己去選 對啊對啊 這個我也不信 對啊沒錯 因為你要知道 我覺得在立法院的互動來講的話 我覺得講話很大聲那一個 還是比較喜歡跟侯莫凱握手 然後比較喜歡跟侯莫凱交頭接耳 那我比較少看他跟新竹的什麼 這個鄭正前 林思敏 互動相對的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他的企圖心沒有展現在那個地方 經濟臨 既然起來 西方 因為 北京 remind 人 感谢观看